今年被禦龍釋出的後衛呂季兒 七月加盟台北達星 在SBL夏季聯賽重新出發 前兩站就獲得邱大宗總教練重用 上場超過三十分鐘 叫出雙十數據 尤其他快速切入突破相當有侵略性 更被封為達星破壞王 但主角本人似乎對這綽號不太滿意 有點誇視 然後 但我這不把這個放在心上 如果就是當作就是一個媒體的一個 比較大的標題而已 所以我就也沒有太在意這樣 我比較喜歡切入破壞 也算是破壞 講回去也算是破壞 就是對啦 就喜歡鑽來鑽去這樣子 喜歡快狠這樣子 欸欸欸 你還說媒體誇張 最後還不是大方承認 而且除了搶當破壞王 呂季兒更把老大哥張志豐 視為學習榜樣 希望有朝一日 也能成為一名有份量的人物 除了他的球技方面之外 我覺得他來到 就是在SBL那麼多年 然後他還是很認真練習 然後每次都是最早到球場練投籃的 所以我覺得我很佩服他的那個精神 幾乎一整年沒有比賽的 呂季兒轉戰行動家 展現強烈企圖心 就是不想成為那個被球隊邊緣化的人 要用行動在SBL打出 是處於自己的一片天 不然還是有新聞採訪報導 對我來說 來講 好朋友 好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